《民间传说,三世长宿寨,今生重尽事》 作者紫月 湖广黄梅县的汪可寿 能记忆起他前三世的人生历程 于是为秀才 在寺庙里为争取功名而奋力苦读 这住持和尚有匹母马 不知咋地与宫驴杂交 生出了只罗鞠 健壮可爱,叫生如驴 而体形似马,活蹦乱跳 于是汪生喜爱极了 仗着自己是个秀才 有点人脉关系 动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 公然从住持手中夺来据为己有 不久一命呜呼 死后魂魄到了阴草地府 冥王一查他的生前名记记录 勃然大怒 认为他秉性贪暴,塑形不端 罚他转生成罗子 在寺庙里偿寨 可四僧对这只刚出生的罗鞠 爱护有加,时刻关注 想自寻了断,根本就没机会 稍稍长大之后 就想利用运输途中投身见骨 一了百了 转念一想 这样做又怕辜负了四僧们的 豢养之恩 倘若一意孤行 到了明府算起账来 可能罚得更厉害 永世不能出头天 于是打消轻生的念头 安心地当个本分的罗鞠 来来去去,踢寺庙运货载人 清偿债务 几年之后,债还清了 这罗子的天年也就到了 这回转生在一户农家 咕咕落地就能开口讲话 把这对父母吓坏了 以为不祥就把他杀了 接着,这一世就转生到了汪秀才家来了 这汪秀才年近五十 才得了这么个盛传香火的男丁 当然喜不自胜 可这汪秀却是小时寥寥 只是谨记前生在农家 以一降生就张口说话被弄死的经历 所以就闭口不敢讲话了 长到三四岁依然如故 家人都认为生了个哑巴 一日,这老爸刚写了篇文章尚未完成 市乔有人登门造访 立刻停笔出去接待 汪秀入屋 见到父亲的文章不觉激扬 因为他当过仪式秀才养 那记忆未曾被抹灭 于是马上提笔带他老妇续完 等他父亲回来之后发现了 因此询问家人 可谁都告诉他没这回事 父亲大惑不解 觉得事有蹊跷 此日,这老爸又顾忌重施 写了个题目摆在书案上 说有急事待办 立刻快步出门去 过会儿就返回 躲躲藏藏地去着没人瞧见 偷偷地进入书房 立即瞧见这哑巴儿子 浮案疾书 可能闻思泉勇 搞以述行 抬头一看 父亲赫然出现在眼前 惊吓之余 不觉出声 跪到在地请求宽恕 谜底揭开 这老妇大喜过望 握着儿子的手 殷切地说 五家就你一人继承香火 既然能五文诺墨 那是家门之姓也 咋地遮遮掩掩的 怕人知晓 由此对他的课业督促日言 汪克寿少年就考取了进士 后官至大同巡抚 这则传说给六道轮回 又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三尺头上有神灵 人所做的事 一笔一件都被记录着 连霸占一只骡子 都得变成骡子来偿还 不可怕吗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人还是守本分 随其自然地当个好人 才是上策 对吧 不可信其有